第十六節 純粹的鳥曲 歐頭伊狗 喀瑪與嘉莉同歸於盡 立香見到西勇那邊也已經讓綜合統括AI穩定下來 不過在西勇確立逃脫路線之前 大概是悲戰爭會先落幕 剩下的就是巴薩卡跟Lancer了 立香與西勇一同過去見證最後的場面 阿尤斯在實施對接治療後耗盡能量昏睡過去 南迪也得到了修復 而布君雖然遺憾最大的那盤菜已經被端了 但是索性現在還有收拾尾盤的機會 宿敵相見分外眼轟 南迪當然是搬出了成年舊事 指責對方老是想搶自己想要的東西 布君自然也不是乖乖聽訊的主 當下就毀了嘴 當然嘴上梅仙者兩邊都動起了手 瑟雷謝拉不解布君怎麼看起來沒認真打的樣子 布君解釋讓御主別誤會 雖然南迪那傢伙是個混蛋 但是就實力而言 無論是德羅娜老師 大力羅摩與奎斯娜 都認可那傢伙在棍棒數是難得一見的戰士 非常強 不過誇歸誇 最後還是要踩上一腳表示 那是在梅遇上自己的前提而言 在一旁觀戰的瑟雷謝拉正在思索這個聖杯戰爭 打下去還有意義嗎? 還能正常運作嗎? 雖然自己內心也是希望他們能打上各自渴望的一戰 隨即思考起那麼自己呢? 難道是想繼續記住這份罪惡感活下去嗎? 不 瑟雷謝拉已經能想到那不是自己想要做的 她已經有想要的東西等待在前方 就算面對最新的罪惡感 她也能保證自己是這樣想的 她想起那個對自己釋放真誠善意的孩子 想對那孩子說聲抱歉 並且有了除了罪惡感以外的情緒 現在正大面積的佔據自己的心頭 那就是她想贖罪 布君打到一半還有空分審問瑟雷謝拉又在想什麼了 瑟雷謝拉雖然覺得人家在戰鬥自己聊幾天好像不太好 但還是老實說出自己想贖罪這件事 布君也給予正面回應 認為想這麼做就去依照自己希望的方式去做吧 瑟雷謝拉想著那就先取勝 然後抵達那孩子所期望的地方 雖然也不知道這樣做會有什麼結局 甚至能賦予什麼意義 但是布君認為既然都是自我滿足 為何不去做呢? 得到肯定的瑟雷謝拉自然下定決心的為布君聲援 吸激對方贏下這場勝利 不可欠為了 我以為為你力度懸賞這場勝利 不可欠 我以為你力度懸賞這場勝利 不可欠 是要 prisoners 的事情 把你去後 可以 的地方 堅決 想要逼你 拼击 得到 寄臉 把握 想要 欺負 想要 把握的風 把敵を喰らえ ほらほら もっと風をわきまえろ 下ごしらえは十分だ 遠慮すんな いいぜ 我が血に眠る風神の力よ 今こそブチ目覚めろ おかわりが必要だろ 食らえな 腹いっぱいに 投げる金場はある 一直線に撃ちる どこまでも登れ よくかき混ぜたほうがいい お前 死んだぜ ほらほら ぼーっとするな 待って じゃうんでしょう 大丈夫だ よかった 遠慮すんな 持たかこう frontに撃ちる 早うまん 去っひよ バレツマン よくかき混ぜたほうがいい はぁ 一邊戰鬥的布君一邊回想站在這裡的自己 他明白這個自己只是碎片,並非完整的布君 但是他並沒有不滿,甚至對於這個被抽出的面向感到滿足 與南迪相對,曾經的他獲得過很多東西 相比之下,現在的布君非常純粹,沒有多餘之物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能很清楚的明白自己想抓住的是什麼 這裡有著相信自己之人的眼神,將救贖托付給英雄後輩的眼神 他認為線下的自己必須做出回應 這次想抓取的勝利與以往的戰鬥不同 過往各式各樣必須獲得的勝利,掺杂許多東西與立場 然而在這裡的戰鬥卻極為純粹,就是自己想那麼做而已 在這裡就只是想跟從小就不合的勁敵幹上一場架 不過除了滿足的心態以外,從剝落的其他部分 他感到了一絲違和感 那究竟是什麼呢? 鏡頭來到南迪的角度 這裡內心嘀咕的是對布君的羨慕嫉妒狠 難道這不卑鄙嗎? 強大而正確的人總是能夠取勝 正因為憧憬那樣強大、正確、帥氣 卻落在無法容忍的人身上,這怎能讓他咽得下這口氣? 於是除了拼命的增強自己,也向對方找了很多刺察 不然能怎麼辦呢? 明明是你們更為強大、正確、帥氣 布君一邊打得寒暢淋漓,一邊真心誇獎南迪不錯嘛 南迪只是一點不幸的吐槽布君少來了 布君則是提到難得這次是堂堂正正的決鬥 沒動什麼歪腦筋用一些卑鄙的計測嗎? 南迪一聽差點氣到心臟病發 要說卑鄙是你那邊吧? 難道這次又打算跟那次決戰一樣攻其肚氣以下嗎? 立香在一旁聽的心驚膽戰 西隆便順道解釋 深淺布君在與南迪的決鬥中 南迪就是死於布君違反規則 但是布君一聽,臉上只寫滿了困惑 彷彿完全不記得這件事 南迪也議會過來了 就問布君還記得多少以前那場大戰的事情 布君表示不是全部都記得 只是知道曾經跟加爾納與持過白子的你們打架過 或許是因為現在的她是在宮廷當廚師那段時間的布君吧 南迪聽了露出非常淒慘的笑,太狡猾了 布君就算成為這樣的AUTOEGO 都還能擁有她所憧憬之物 就連南迪最後能依靠的正當性都喪失了價值 不過算了,現在也沒關係了 南迪決定更不想輸給現在這個布君了 西勇在處理完全線問題告一段落 抽一點空閒交給分割的第二思考行動起來 西勇與立相去旁邊看看幾乎動彈不得的阿優斯 在幫忙修復完南迪之後真的只剩半口氣了 西勇將以太光仙戳進去查看阿優斯的狀態 由於強行連接內外都波羅波羅打,要她別亂動 阿優斯告訴大火,自己終於想起一些事情 她知道失去家人會很悲傷 正因為知道這一點,所以才不想在這裡也為之悲傷 西勇察覺這是由於AI機能低下後 反而讓AutoEgo的性格覺醒了部分 阿優斯所找的家人就是那個人 此時拉尼十二世以投影對話方式接上了話題 內部還在改造權限 這個不過僅是說話用的介面罷了 西勇允許了拉尼十二世談話請求 畢竟拒絕對話也會浪費精力 就乾脆放給拉尼十二世過了 拉尼十二世告訴阿優斯 其實她是很具實驗性質的AI預主之一 是AutoEgo Isolate,孤立型預主 阿優斯很清楚其實自己是從南迪身上剝離出來的碎片之一 由於南迪的靈機本身就很特別 在持過白子中是存在南迪的兄弟們的 那麼自然也存在那唯一的妹妹 註解 一開始南迪的母親甘達利受到蒙導生仙人 皮耶索賜福將育有白子 經過兩年多的懷胎後生下一個肉團 她本來想將這個肉團扔掉 皮耶索仙人出現並阻止了她 她將肉團分為101份 裝在盛滿青奶油的罐子裡 一段時間後從罐子中生出了100個男孩與一個女孩 南迪是他們之中最年長的 而南迪的靈機如此特別 正是因為與兄弟姐妹誕生自同一個肉團 而阿優斯也想起自己真正的名字 她名為杜莎羅 是池國白子中最後一個降生的第101子唯一的妹妹 這也是他們的母親甘達利最想要的女兒 杜莎羅希望西勇跟立香帶她過去戰場預主的位置 雖然幾乎動不了 但是還是希望能過去看看南迪 於是立香帶著杜莎羅朝兩人決鬥的地方緩緩前進 想起記憶的杜莎羅 回憶起自己究竟是什麼人 那時的她在戰爭之前 遠加去了別的國家 自己的丈夫聖車王作為盟友與吃鍋白子一同參加大戰 最後卻再也沒有回來 當然她的100名哥哥全部都死在了那一場大戰之中 杜莎羅連他們的臨終一面都沒見過 只在戰後阿周娜的來訪時得知了他們的死訊 就算哥哥們的風評再不好 她也希望能夠再見他們一面 當然更甚想要在一起 甚至一起戰鬥 不過在這個微觀世界裡 這份願望卻實現了 在見到南迪被打趴在地的同時 杜莎羅忍不住還是大喊了自己的笨蛋哥哥 南迪震驚的掉了下巴 原來阿妖斯真的是自己的妹妹杜莎羅嗎? 這邊到底是杜莎羅太多年沒見哥哥沒被認出來 還是外觀做了變化都沒解釋 為什麼你認不出自己的妹妹啊南迪? 補充說明 這邊跟看完劇情的朋友們交流探討過 以南迪初期盲目尋找人到後期總算有點眉目的目標條件 推測是掉落的靈機會連那個存在整個拔除掉 所以不會記得妹妹的外觀與性格 打個比喻大概是掉了一塊頭皮屑 但是你不能確定地上的頭皮屑一定是你的 杜莎羅好不容易實現了與兄長共鬥的心願 這次也會在這裡為她聲援 畢竟那時候的她沒有做到 若不是當年南迪製作主張的自己跑去參與大戰 杜莎羅一定也會跟著去的 那麼至少現在就讓她為兄長聲援吧 杜莎羅抬手將令咒用掉 說出了那一句名台詞 南迪吐槽有這麼好的資源幹嘛現在才用啊小氣鬼 杜莎羅氣噗噗解釋 剛才你的身體根本就是破洞的碗 就算給令咒填補也會一直露出來白搭啦 布君看對方也拿出了底牌 性質高昂的表示行啊就來吧 南迪老早就不爽對方那高高在上的說話方式 大爺他自覺只能卑鄙的掙扎 結果沒想到連他們都把這份卑鄙給拿去了 無論是阿周那還是布君尼 不過若是現在的話那還來得及 只要戰勝那個還是英雄的你 現在還為時不晚 於是這次長堂正正的要來一場勝負了 正確 Visit aids shell 知引用來你要進去 尷尬就是在 contrast ほう 同じ肉比比比比比過 我的弟兄弟 そして無敵的友達 無敵的友達 無敵人に全部任せたい 華麗な動きであろう 武王沸き舞えろ 用叱るな やってやい 柔らかくしてから切 どこまでも登れ 一刀落ち着いた お膳立ては整った おいおい よかろう ここにあるは我らが勝利 百の王子がつぼいて血をかけ 吠える ジャインカウラバー 元気がいい 華麗な動きであろう 武王沸き舞えろ わしさまが手を下すまでもない 柔らかくしてから切る 歯応えは大事だぜ お膳立ては整った よかろう ほほう 同じ肉より分かたれし我が弟たち そして無敵の友達よ ぶっちゃけお前らに全部任せたい スパイスか 華麗な動きであろう 武王沸き舞えろ くつぅ 矢を叱るな やってやれ いま、一直線に撃ち抜く 一旦落ち着くか へっ あくびにてえらもんだ きょうだいたちよ 好,好,好 同じ肉より分かれし我が弟たち そして無敵の友達よ ぶっちゃけお前らに全部任せと 我が地に眠る封神の力よ 今こそ不自眠よ お前はどまに動くと お前に行けろ 強くなって お父さんのいとうに これはもうだすり うるさ あなたのお前に なんていでったり あなたの零雞中の白子兄弟 お父さん一同解放寶具 互歐了過去 不過步君却沒有料到 還有第101名唯一的妹妹的力量 也算在那裏頭 這次算是以毫米之差,南迪第一次贏了布君。 不過這兩人都算躺平了,當作平手也沒什麼關係。 這個聖杯戰爭的結果沒有任何的贏家。 拉尼十二師認為既然是欣欣指示了這個結局也莫可奈何。 只是他至今仍然不明白,究竟自己犯了什麼錯誤。 西勇發表了個人的意見,其實他覺得用OutoEgo作為發想是不錯的點子。 的確存在只有OutoEgo才能做的事情。 OutoEgo可以追溯到為何從者會擁有人格、性格與自我。 總之這類的問題,反手就是把問題丟去問了立香。 當然西勇自己的觀點是從綜合來觀看的。 從者們的力量很大部分是源自於自身的性格與感情。 如果隨便獨立剝離出來,很可能會造成劣化。 證據就是現在這結局的光景。 在場的其他人先不論,看看Lider與Caster。 西勇認為這兩名OutoEgo相較原版, 更趨向是入化版本。 為了不被主人拋棄成為為惡的OutoEgoLider, 從故事裡登場人物創造物的人格切割出來的創造的OutoEgoCaster。 這兩者,以輸出戰力而言,相較寄愛的OutoEgo Saber而言, 的確較為偏弱,造成整體戰力失衡的局面。 不過為何Lani12時偏偏卻沒有計算到這一點呢? 這點她自己並不明白。 西勇告訴她,因為沒有加上感情這項參數。 英靈是按照每回的感情、自我、目的意識、外部側面來行動的。 畢竟人類是由各種面向組成的複雜生命體, 就當作是重疊了許多OutoEgo而成的模樣。 AI是無法理解這種構造。 根據命令形式的AI,會判定擁有一項自我就足夠了。 Lani12時繼續發問, OutoEgo這一直接為何存在呢? 西勇只是要對方看看那邊的光景。 她看向另一頭的AI少女思考著, AI擁有指向性的使命。 那麼OutoEgo是不是也是基於某種職責而被創造出來的呢? 作為心懷這種感情而被創造出來, 意義價值能做的事情。 若反過來看,這就會是他們的悲哀罪業。 可怕之處。 現在的Lani12時無論有沒有注意到這些, 她都必須去面對。 在即將退去的時刻,布君問起 色雷謝拉的願望完成了嗎? 色雷謝拉很輕鬆地回應, 誰知道呢?畢竟是自以為是的贖罪。 而布君看對方已經改變態度的模樣, 想想其實風尚輸了的猜測好像也可以了。 當這個念頭一出現,布君反而笑出聲。 色雷謝拉不明白布君怎麼突然笑起來。 布君解釋只是對這樣輸掉的自己感到很新鮮。 而且還是輸給那傢伙。 雖然當年被哈努曼教訓過, 但是這種心情跟當時卻截然不同。 這場決鬥意外地察覺自己的心情很純粹, 就算輸了也不會帶有什麼不甘。 不過要說有什麼遺憾, 大概是自己終究沒能做出讓色雷謝拉滿意的料理吧。 色雷謝拉此時終於能夠正視自己的內心, 對布君老實說出自己的想法,放聲哭喊。 並不是布君的料理不好吃,實際上一定很美味。 問題出在他這個吃飯的人, 認為沒有資格露出笑容的想法上。 如果是正常的獄主就該讓布君去戰鬥, 展現真正的英雄性的一面。 布君反而覺得遇上這樣的獄主很好, 因為這裡的他就是身為廚師的布君。 若是身為完美戰士的自己, 那麼肯定無法原諒不能給獄主帶來勝利。 而色雷謝拉若是無法忘卻那份罪惡感, 那麼肯定是那份情感非常的強烈, 不如轉化作為持續前進的動力。 聽到這裡的色雷謝拉仿佛醍醐灌頂, 總算開竅了。 色雷謝拉笑著向布君道別, 那勢然的淚中笑顏會是布君難以忘懷的一幕吧。 布君的願望也在此刻實現了。 又是一對互相救贖的主蟲。 鏡頭來到另一對主蟲, 南迪想著這次布君還真沒有使出卑鄙的違規殺招, 那傢伙的心中竟然還真的藏有這種想法的auto ego。 不過不管怎麼樣, 這次是大爺他贏啦! 接下來就是黑逼南迪泰啦! 醒來的南迪被吸引在自家妹妹的膝蓋上, 很是尷尬地表示, 欸,為什麼勝利者要這麼慘地躺著啊? 妹妹吐槽還不是你耍帥過頭了? 又是熟悉的兄妹鬥嘴。 杜莎羅與南迪互問對方是否滿足了? 不過這兩人都是如出一策地表示, 大概是最低限度的滿足程度。 雖然還有不甘心之處, 像是杜莎羅仍然很介意哥哥們與丈夫 竟然在自己不知道的地方死去, 不過現在至少可以為她送終。 而南迪則是表示雖然想要的還很多, 但是至少找到走失的妹妹也算是達成其中的成就之一吧。 還吐槽怕丟了妹妹,如果出門一直抓她衣角也會很煩啊, 還打算叫另一個兄弟南響幫忙簽妹妹。 兩人就像以前一樣話家常起來, 身為大王子以前可是很多事情忙的, 不過現在這裡的她心態上卻顯得輕鬆很多。 若要問南迪是怎麼樣的人, 她自認恐怕會是貪婪的auto-ego吧。 所以單就找到妹妹怎麼夠呢?她還有很多想追求的東西呢。 西枕中的南迪嘴上快活的饕念者, 接著將目光投向了李香,示意要對方過來。 既然他們是同盟關係,那麼在她退去後, 疼完李香就代替自己去追求更多想要的東西吧。 既然未來李香要去拯救世界, 那不就是等同可以得到世界嗎? 瞧瞧你這個歪理。 所以南迪表示要李香當自己的代理人, 這樣就能得到天下了。 這樣她就能安心地睡上美美的覺,做個美滋滋的夢。 妹妹表示歉意要李香別太在意自家哥哥的蠢話。 另外她也快要到達極限了, 所以打算把想說的話都說出來。 杜莎羅很感謝李香一開始出手相救修理部的孩子們, 也為李香的未來生源。 南迪想想當初也是找了馬斯托付後世, 現在也是同樣地托付了李香去拯救世界。 想想自己真是聰明決定,接下來就輕鬆了。 這時候的南迪大概沒有想到李香們能夠再度召喚她進來做模範老公保證過勞。 現在只剩下西勇與李香以及拉尼十二世, 她們仍然在討論OutoEgo的誕生問題。 與其說生產的手法不正確, 不如說為什麼誕生的OutoEgo發生了純化。 又或者能夠這樣解釋, 誕生的OutoEgo正是純化過的單一人格面向。 這一人格、感情由於過於飽滿或者強烈才能夠形成OutoEgo。 當然也有因為人格碎片的緣故, 需要添加神靈或者其他要素称重乘量, 於是就演變成新的單一存在以及新的可能性。 拉尼十二世理解到自己曾經的做法。 就像是追求滿天之光將無數個指月亮飄上天空, 沉迷數量卻只能得到空虛答案的扭曲算是吧。 於是,先前立香沒能回答上來的問題, 現在決定告訴拉尼十二世。 立香認為對於使用OutoEgo這一直接的確是扭曲的, 但是自己希望這並不是錯誤, 因為那些從者都從根本上接受了身為OutoEgo的自己。 既然本人都沒有意見了,那麼應該就沒有問題的吧。 拉尼十二世理解到立香是信任他們的, 認為自然性大於正確性。 這就是理由。 縱使立香沒有察覺, 但是他們心中也已經存在理由了。 用許多的正確性堆疊而成的天文學上不可能看見的數據, 那或許是奇蹟的模樣。 拉尼十二世總算理解到了自己的不足之處。 處理的最後階段已經完成,得不可避免的重啟了吧。 本來就設定成聖杯戰爭的勝利者成為新一任綜合統括AI, 所以拉尼十二世的概念上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不過他認為只要機能繼承就好了, 渾然不介意。 還拜託了西勇一件事,西勇也就咻咻地辦好了手續。 而下一任綜合統括AI自然是設定為瑟雷謝拉了。 於是就這樣順理成章地繼承了鷹的遺願。 西勇由於好奇就問起了那麼瑟雷謝拉又是哪一種 歐托伊狗,這裡賣了個關子。 西勇雖然得知了是跟阿尤斯一樣的實驗性質玉竹, 但是仍然很驚訝。 最後要離開前,西勇像是舉行了神聖的儀式有話要告訴拉尼十二世。 他莊重樹木地以阿特拉寺院煉金術師的身份告訴現任的綜合統括AI。 雖然實驗失敗了,過程也出錯了, 但是以你的想法而言是非常出色的工作。 這讓拉尼十二世很失震。 身為AI的自己竟然有被人類肯定的一日。 西勇告訴拉尼十二世,若是害怕失敗的話是做不出成功的實驗的。 所以抱著這份數據,就算是失敗也會是成功的基石,安心的沉睡吧。 拉尼十二世的願望是為了迴避世界毀滅。 就算是失敗的實驗數據,也能為力向他們送上未來的祝福。 最後拉尼十二世笑著陷入了沉睡,接著就是脫離這個世界了。 最後還有什麼想要說的嗎? 瑟雷歇拉對立香表示,希望之後再找自己聊聊吧。 而西勇在開啟脫離之門後與立香道別。 為了不讓外面的西勇有所留戀,所以現在就告訴立香, 現在的西勇做了很棒的美夢。 由於是立香踏入門飛回到了現實世界。 第十七節,尾聲。 第十七節,尾聲。 在與達文西確認後,加勒底的Paper Moon就顯示正常了。 西勇試探性地詢問立香是否還記得做了什麼夢嗎? 但是立香顯然只有一丁點印象有做夢,但是內容什麼的卻不是很清晰。 尼摩教授此時傳來通訊,發現儀器顯示人體基礎居然從1上升為D。 問他們有沒有什麼頭緒,西勇就差點沒說:「我他媽怎麼會知道?」 而且看樣子西勇其實是記得同行的記憶, 但是卻不打算評論那個另一側面的自己。 於是打馬虎的帶鍋,就當作這事完美解決。 達文西覺得有點奇怪,以西勇而言這種回應未免太過敷衍。 西勇則是提出要嚴格精密檢查立香的身體狀況。 而達文西表示要命令馬修在這裡休息,因為先前都沒睡,一直守著立香。 立香與西勇各自回去房間的路途上,立香遇到了某個迦勒底員工。 瑟雷謝拉·艾爾倫,這才自我介紹起來。 她是迦勒底的記錄書記,立香印象中的確有這位工作人員。 但僅是打過招呼,並沒有深交過。 立香零碎的記憶中,想起拉尼十二師說過的, 瑟雷謝拉是Alto Eagle Involved型的獄主,應該說是被捲入型。 第一次迴轉的時候,她剛好在附近,跟立香他們應該是很接近的存在。 不過瑟雷謝拉是將人格複製過來的模特兒,所以不會對本體造成任何影響。 而立香與西勇則是真正的被捲入事故,精神轉移的緣故也會對本體造成影響。 差別在於在現實世界的立香與西勇會陷入暫時沉睡, 而瑟雷謝拉本人卻毫不知情地繼續活動,頂多就是交感魔術那種程度的反饋。 至於為何會產生差別,只是因為瑟雷謝拉從一開始就容易處於這種狀態。 然而立香與西勇卻是真正遭逢事故而被牽扯進來的。 所以瑟雷謝拉會成為正式御主AI,而立香不是。 至於為何會有這種差異,大概要歸於瑟雷謝拉處於不穩定的精神狀態。 就像是人格容易脫落一樣,為了否定現在的自己, 尋求其他的自己或者其他可能性之類的,回到現實時間。 瑟雷謝拉跟立香都有話想跟對方談談,於是換了個地方說話。 瑟雷謝拉原本就想跟立香建立一個能夠道歉的機會。 不知為何他覺得剛才是個極好的時機。 於是瑟雷謝拉便訴說起以前的事。 那是在時間神殿結束後,加勒底終於可以解封對外連接世界的那段時期。 對於加勒底的幕後工作人員而言,由於人數限制的緣故, 大多兼職做著不同大大小小的工作。 當然門位也是其中之一,瑟雷謝拉雖然是紀錄書記,但也不是24小時待命的。 於是在開放大門具有紀念價值的一日。 瑟雷謝拉被派發到門位工作,與另一個工作人員一起值班。 從那名小哥曾經叫了瑟雷謝拉名字312次的熱情狀態來看, 不喜歡被叫名字只允許別人叫信氏的瑟雷謝拉,也看出了對方其實對他很有興趣。 小哥甚至鼓起勇氣提出了如果出了加勒底回去後,能否賞臉吃個飯之類的。 眼看這兩人感覺好事要成了,就看到買下加勒底的哥爾德與粉毛秘書要進來加勒底了。 原本兩人還一邊談論出去後要吃哪種料理,殊不知在那之後等待的,是加勒底被全面壓制的暴行。 現在的瑟雷謝拉仍然會不斷地審問過去的自己,若是當時不開門的話,會不會就不會發生那些事了? 或者自己能夠發現高揚斯卡亞的不對勁? 或者,如果做到了那些是否就能遵守於沒能坐上Bowden的那個人一起去吃飯的約定了? 看來小哥是GG了! 眼型的自我審問被害者呢? 瑟雷謝拉本身就是會寫日記的類型,而且出生於記憶系的魔術家族。 所以對於這些精英一丁點都不會忘記。 於是,湧現的罪惡感就如潮水般襲來,縱使透過心理諮詢也無法完全消除。 然而現在有這個機會,能夠直接與莉香面對面說話,她想不管不顧地對莉香表達自身的歉意。 莉香則是告訴對方,自己認為這份罪惡感其實待在這裡的大家全都存在於心中吧。 要如何甩掉呢?真能遺忘嗎?這個答案其實沒有底。 顧如說誰也不會知道。 所以以後一起尋找吧。 瑟雷謝拉點點頭同意了莉香的提議。 她想起夢裡曾經有人這麼對自己說過。 依稀記得若是那情感如此強烈,那麼可以作為燃料化為動力。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完成想錯的事情。 堅定地相信那些去完成贖罪吧。 回到房間的莉香,總感覺有哪些不對。 好像忘記什麼,感到不安又覺得寂寞。 此時喀瑪先生觸暇地詢問莉香這是怎麼啦? 本來聽說莉香好像突然得了昏睡病,終於醒了過來,所以才過來看看。 當然這又是喀瑪正在尋找如何讓莉香墮落的機會。 不過顯然好像也沒什麼變化,這讓喀瑪感到無趣。 喀瑪覺得要是有那種創造墮落的便宜方式就好了。 莉香就突然回了句,工作過勞是不行的。 喀瑪覺得莫名其妙,自己可是罷工中的愛神啊。 難道說真有什麼讓莉香墮落的契機要發生了嗎? 莉香則是表示,嗯,那我就睡個怠惰的回龍覺吧。 離開房間的喀瑪其實並非對於那些在微觀世界中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 被剝離的Oto Ego自然是回到了自己的精神之海中。 那錢藏即身,被壓印的渺小的可愛成分,很可能隨時都想跳出來。 最終喀瑪還是望著房間,小聲嘟囔了一句小笨蛋。 鏡頭來到回房的西勇,依舊日常思考個不停努力反省的西勇, 竟然沒察覺在Payvermoon堆積了這麼多人力扭曲,作為管理者真是羞愧難當。 現在想想能清楚記得的恐怕只有習慣分割思考的西勇。 由於這項技能緣故,其實那裡的記憶是清晰的帶回本體了。 至於喀瑪本來就擁有複數的自己,所以應該會跟自己一樣。 他就當作武士的仁慈,假裝不知道這件事吧? 麗香跟瑟雷謝拉大概只會有深層意識的印象。 那麼又想到一個問題,大火的結構形態都被拆分得七七八八, 目前只有藤蔓麗香還不知道是哪種形態的Auto Ego呢? 從一開始進入Payvermoon就感到身體不適,必須用以太光纖固定,這是個提示。 心靈與身體的偏差,若說這其中有什麼意義,那麼來提出假說吧。 假說一是疲於戰鬥不想戰鬥的可能性,以人類而言是很合理的人格, 若不是這樣恐怕很難從戰鬥後回到日常生活。 那麼先來進行一下反向假設,如果期待戰鬥完全不避諱戰鬥, 那麼這種人的性格就是戰鬥狂或者說壞掉了。 這種人戰鬥結束也無法回歸日常,而是只能活在充斥血腥味的事物之中。 不過所幸目前麗香的表現並沒有朝這方面發展。 從整體看來,拿了梅杜莎的假想寶具禮裝衝上前線, 看似不迴避戰鬥一副很勇的樣子。 實則是一種寄避愛才會去愛,不想戰鬥才會戰鬥的表現方式。 另一個假說是以聖杯戰爭的結果論而言作為提示, 陳丸麗香在AI聖杯戰爭中並沒有勝出,也可以說並非這個世界唯一的御主, 也並非肩負世界命運獨一無二的主角。 簡單說就是放下沉重感,試圖成為一個普通的御主。 偶爾這樣也不錯追求這種輕鬆立場的auto-ego, 不過這樣說有點牽強就是,因為連捲進器的緣油都不確定, 只是因為持有令咒所以被納入御主框架,或者更大膽點, 麗香在那裡根本沒有被auto-ego化,或者兩兩參半也說不定。 對於騰玩麗香的考察就到此為止吧。 終於看到西雄露出這種表情還真是意外呢。 接下來繼續反省自己。 西雄想想竟然還看到了黑歷史,當然就是那個不人道的以太光鮮啦。 然而對於能夠成為麗香他們的朋友立場這點還是很意外, 明明站在這裡的自己早就已經得出身為旁觀者立場的結論。 雖然壓根就沒打算往朋友那條路前進了, 但是西雄還是仔細地重新播放了那份記憶。 大概是為了找到那份初心或者說夢想中的心情吧。 麗香在食堂遇到了徐福,對方正在一邊嚼嚼咖哩麵包一邊讀著論文。 據說這咖哩麵包是新來的高大肌肉男廚子做的,想要就自己去拿呀。 至於論文是關於AutoEgo主題的論文,意為探討這個直接利弊以及活用力量。 徐福看了這篇也產生了為什麼這個自己會是AutoEgo呢?的想法。 麗香就反問對方,應該不會產生後悔的心情吧。 徐福表示當然了,雖然不明白為何會在這直接顯現, 但是很明白自己會是AutoEgo。 尤其肯定論文裡寫的從本人人格衍生出來,有所欠缺分化出來的部分, 也存在只有這個直接才能做的事。 哪怕只是一部分這份感情的純粹也能足以抵達目的地吧。 徐福做了個總結,作為AutoEgo是自然溢出的感情, 具有可能性與方向性,這點人類也是相同的。 或許存在那裡的不是普通的你,而是因為他人之愛而活的你。 也可能是滿腔熱血不惜犧牲生命也要守護某人的你, 或者打從心底想要殺掉某人的你。 那個瞬間瞬間的你,每個人都擁有無數的英雄之形。 AutoEgo或許就是這樣不斷連續的形體。 餐廳的廣播BGM是復古的絕世樂, It's only a paper moon, 就算是紫月亮,就算是創造物。 只要你願意相信它就不是虛構的。 歌聲中匯聚的是如此期望情感之力的話語。 此時此刻立香對於AutoEgo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AutoEgo 奏章E 虛數羅真內解 佩潭論 成文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